各位的命令控制模式是否已经确定完成了 你可以呼叫用户端说依照你想要执行的命令 先行完成之后呢 你刚开始把主机加进去 你要管的主机有哪些 然后呢你怎么定义 你应该事先规范好业务部门他们的空间 比如说用词题来讲比较明显 业务部的他们可能空间 这边的需求是多少就要进行worry 然后多少我们要发生设定要critical 然后在rd开发部门这边他们的需求量又是多少 你应该开始界定出来 界定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要请各位设定一下范本档案 这个范本就是依照你的部门类型 或者是你的规范状态来做定义的 那因为文件原本设定的比较长 那我们就想说帮各位写好一个最快速的方法 这边白板上有一个红色的HTLE 等下你只把整段复制 然后加在template file里面就可以了 画面借一下 早上先赛卡尔跟洛宇分享过 我们要先有那个概念 我想要把哪些电脑做什么样的定义 这些定义就是这些主机他们有什么样的规范 就像我们一般在管理电脑的时候 我们会先有这一类的主机我们安装的时候装什么软体 类似这样你用过他的角色 会计部门他们就只会装什么软体 开发部门他们会装哪些软体 那那些是主机的范本 并且把主机范本建立成群组 那到时候套用的时候就可以直接用include的方法 应该说直接编写在同一类的状态 所以这一个第三个level其实很简单 他只是让你编列不同的主机型别 然后包含管理时间那个你什么时候做monification 是workday还是7-11 就是早上是24x7的 还是你只有白天上班时间才做的 你把这些东西都把它设定进去 所以他的编写档案就只要先建立于第1个 你设定的先命名 你的部门别或者你的主机型别 用name来做定义 那这时候是主机的 所以我们要defin 用defin的方法定义主机类型 设定我的检查时间 还有通知的时间 红色字下就是跟各位比较明确相关的 然后它会是属于哪个群组的 一共这四个 而其他选项你也是要稍微认识一下 我们多久就做一句retry 让它形成所谓的从soul的变成hard 那些retry的间隔等等的 那这些我们就先请各位先复制过来 直接照查 你只要变一根名称就好 然后第1个我们在这边建立的 1个一般的windows 也是用户端的电脑 假设我不分部门 用户端的电脑 他们词别空间配比 我可能就宽松一点 或我不做检查等等的 用户端电脑 然后呢定义一下 Linux的关于Linux的主机 我们对他要求又是什么样的 定义了另外一群 所以Linux的Linux Server在这里 Linux Server 那我们也是用24小时去监控的 那这边定义了两种 Linux的主机叫Linux Server 然后Windows的Server 还有Windows的PC 三个Groover 那我把它变成这样子 第1个定义host host的名称叫Windows PC的 那他的检查时间跟设定 我就供上班的检查就好 因为不上班我检查他机器干嘛 浪费时间 那另外呢 我的Linux主机们 那我既然是Server 我就是全时间控 类似这样 这些都是host的定义 那这些host我想要把它归类 以群组化的方法来管理 我就把它变成一个 Windows PC的group 所以你以后新增 或者是要变更什么规则的时候 可以就group来做 或者是就单一主机型别来做 可以吗 那这一整段 都只要写在一个档案里面 就是这个 然后就是template 那他这主要就分 第一个你的联络入文 联络入文早上就介绍了 你要传讯的兑卸啊 然后再来主机的定义 主机里面就用了你的名称 定义哪些名称 系统预设有genic host 还有local host的这几项 那我们在这边系统 在最底 我们直接复制到最后面 就可以再增加上去就好了 然后另外他还有个group host 刚刚刚刚 设计的 Google 这边音色没有进攻击 我没有进攻击 设计错误 然后那个 Lin7那个 是你打的吗 Lin7是我打的 因为这也是原本就有了 对啊 如果你是你不能直接贴 报会重复名称 因为那只有修改 就是只要加一堂就好了 这一个 对这一个 这边 你说是这一项吗 对 那是加一堂 那我把它注解掉好了 所以请你说稍微注意一下 我们这一个档案只是建立这行别 那后面我们才会依照这些行别 去规范他的套位 或套用之后 他就依照我们所指定的 工作的检查的时间 或者是检查的 Notification的 这个period 你的周期 或者是检查阶段来给予回应 那早上 俊同有介绍 你怎么去 如果你不希望 只有这个 7乘24或 Walker Hour这两个名字 我们这些范例子用这两个名字 Walker Hour跟24乘7 那如果想要做修改 那是这个档案 Time period 在那边定义 星期一的 早上9点到晚上 17点 或是另外定义你的工作时间 或更来主机 想要监控的那个时间周期 你去设定一下一个名称 那在这边我们就没有做 这个的探导 跟各位早上分享有那个档案 那现在就是 直接修改一下 你的范本档案设定 以便 后面这一整段就是在改这个档案而已 改改之后我们终于要加进去 你要管理的主机 把你的主机IP加进来 所以第1个 你可以直接参考这个档案 或者是看这边 修改 我们的server 跟grouper的状态 Walker Hour 你把这些server的状态做一个修改 改完我们要赶快进入 因为大家好像多了一点时间 时间怕会来不及 让各位产生反应 所以才花完 请各位 你会到这个 这个档案里面 这是共同定义的 这里就定义了主机 这个主机群就是我们刚才定义的名称 叫做linux server 我刚才前一个档案有定义 这是要套用 这个use的想法 等于是 引用我们刚才定义的 在范本档里面 引用的linux server 然后它的 检查时间等等 规范就用它的 这个时间 那它是哪一台呢 我们就要报告它的电脑名称 这是我们指定 当时我们在 Nuggets的画面上面希望看到的 画面 这是 Suser server 1130 来表示是那一台主机 然后呢 它的IP是哪里 所以这个位置 可能我比较担心的是 大家稍微修改一下 因为好像左边右边IP不太一样 你要监控 你要监控哪一台电脑 那你就把那一台 电脑子也就是 之二的那一台IP 改在这个位置 Address 这里是要改的 那其他东西都一次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就让它检查 因为我们现在有检查 SDA2 SDA3 然后检查 我的那个 Footloading的动作 检查它的process 就是过前面的练习 如果没有做的话 你可以 只检查SSH或SMTP 或只复制其中一小段 这边就是一次定义了 我要检查哪一台主机 那台主机上面的 什么 服务SERVICE SERVICE里面就要用那个COMMEND CHECK COMMEND 所以是不是刚刚我们在 问到这边说 我们要执行的COMMEND是什么 所以这里有写 那这边可以呼叫说 我要检查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名字 这边指定好丢给他 我就把这一段 在SERVICE上面写上 在SERVICE上面写上 那我这边就把它全名叫LINUS.CFG 那一般来说 像我们早上说的 你如果习惯 习惯用IP来记忆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LINUS130 或者是依照你的IP来取 这样到时候 你看到就知道 是哪一台电脑的设定档 会比较有识别性 假设我把它制作LINUS130 你如果IP1130 我是129 不管 我们要去 拿纯导 这样写好就好了 写好你要让你的 NANGIOS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要去 include这个NANGIOS的设定档 NANGIOS.CFG 然后 这边不是有很多CFG的File吗 你就要加上一句说 你要自己来帮我检查这一份资料 里面有我要监控的主机 所以在随便找个地方 跟他说我要检查 好吗 这时候NANGIOS 去检查这设定档的写法 有没有 舒适的地方 好 诶 AO 赶快看一下哪里AO 啊 忘记改 对 考面的还没加 就是考面没有加 因为考面里面 我们都用check NRP 那边好像没有 我好像没有写到这一段 等下把它改上去 等下改一下 你可以先看一下 他是不是马上说 你已经说要检查两台主机 原本你还没加这一句 加上这两个东西的时候 他只有检查 一个host 所以在你的NANGIOSERVER上面 永远只看到 一个host 所以现在等下 如果执行成功 这边就会有两个 那名称就是那个 SUSERVER130 可以是这样的动态 可以吗 好 那我赶快改一下那个 check NRP 稍等 来 那这第3个LAB档案 其实都是看图片 这是标准的 按读所记 Windows端 那 这里呢 请你找一下 我已经帮各位下载了这个 NSCLINE的 用Windows版本用务端 那你上 SourcePorge网站里面 就可以直接找到 如果他还有新版推出的话 你可以适时的更新 那我们现在提供给各位的 这是 32万元版本 如果你有64万元主机的话 也要换64万元的 agent 他的安装方法 就是你可能滑鼠要跟着移动 不会只copypass 执行 然后 有一个地方要改了 可是都不用了 他当然是下一步道法罗 阿里都要遵照他的规则啦 然后要安装啦 然后确定喔 这里 你要是 aloud host 对不对 记得吗 我们在用物章子上跟他说 我要允许哪一台 抓我的资料 所以这边要写上 然后 你的 你是否有指令 有控管这个 check nrp的这个 comment 这边有写说 如果你要透过 ch e c k 底线 nt这个指令来做控制 可是我们刚才都用 check nrp 所以这边 你可以公寄直接去过他 那你要管理什么事情 反正都知道 模组全部挂上就对了 对不对 就通常就是这样子啊 因为你也不懂 以后不会用啊 他只是说 你要把它挂上 modules 有一点点类似像 我们在 安装Apaq 以前刚学会的时候 不是 要不要用PHE 这什么 不知道 先勾起来再说 避免以后 还要装的时候很麻烦 那你在安装的时候 直接挂上去 以后你增加那个 comment 或相对应的要求的时候 用户端不用再 再做移动 你现在直接帮他加上去 所以你看动作 比较复杂 你还要勾 还要打IP 然后这样做完呢 做完其实就没什么事情了 你只要去加上 Windows这一台 要管理的 那个选项 登登登登 你停 然后最后面 这个穿不修备 你要告诉他 我的Windows Windows IP 这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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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烦哦 好远哦 在这里 找到了 刚刚卸掉的版本档 或相对应的 你一样再复制一次 比如说刚才Windows Linus 这个设定档 或者是系统里面 已经有的Linus档案 你看 机统里面有一个Windows的版本档案 就是一样是我们编写的 你可以把它复制 并且修改 这一台IP应该是13100.4FG 把他的记得名字就知道是哪一个 然后修改他 修改什么 修改 IP 把IP改成我们现在 真实Linus IP是233.0 308 这个又要看各位 搞不好 是一二球 那你觉得电脑名帧 你这个电脑名帧 刚刚我们有定义Windows PC 对吧 就把它换成PC 或者是 应该是要换成PC 或比较无事 可是这个设定档 因为当初改的时候 我们刚刚好像没有改 所以你要改的话 全部都要换成Windows PC 那这样好烦哦 我可以突然不改他吗 你用BI的取代是拨的一个 我已经也没有起 你看上面也知道 Windows吗 开始怀疑 我刚才是打Windows 我们群组是Windows PC的 所以这个是主机名称吗 主机名称 对啊 Windows PC 我忘记我问我家Windows 还是叫Windows 你去上面改就好 去上面改或是那个 在上面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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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有啊 有啊 Windows PC 那改文吧 然后一样 请你到 那给我时间 拿个CFG里面说 我要include的这个 来来来来 抱抱 这边这样复制 再加上一行 CFG 什么啊 对啊 一三一 那是一三一还是一三零 一三一啊 這邊看到 對 IP 跟名字不合 一定有不一樣 哪一個 誒 有沒改到的 不要去找一下 EDC 點 誒 怎麼會這麼多 這個在配文列人 對對對 誒 三處了 誒 不要三處了 這大叔很奇怪 他把群組的定義定在每一個單一的主機 就是每個單一的主機 他去設立他要歸什麼群組 這樣很蠢 他真的蠻笨的 這一點是很陶段的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要插黑板 你給你寫在這邊 那他要寫黑板 我把它執行起來 對 第三台 Windows PC 然後服務 Service Windows PC 會檢查什麼什麼的方法 他就等於 你的 Windows 也可以了 Linux 也可以 那他現在畫這個架構圖 你們都可以參考一下 就是他在判疊的時候會 那個群組跟彼此之間的關聯性 原本在 Windows.cfg 它其實是針對單一的主機 然後從這邊去設定說 它是 Windows Server 那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 所有的主機跟主機群組 定義都不能 duplicate 都不能重複 所以你要想到一件事 就是我們用luckios的時候 我們是一次管很多台設備對不對 所以你不可能 每台主機 其實裡面的範例都一樣 你不可能每台主機 一台一台去寫說 我要貴哪來去做有沒有 所以這個精神就是 要使用一個動作叫use 所以你會怕裡面有很多的use use是什麼 use就是inherit 就是繼承有沒有 繼承 套用某些範本 所以做法上是什麼呢 做法上應該是這樣子 做法上應該是 我們先學好一個template 先學一個範本有沒有 所以是我們範本裡面就已經有什麼 我們的範本裡面就已經有群組了 所以當我在建議 然後為什麼特別 你又覺得很奇怪 那為什麼我要建一個windows填港幣的呢 說實在有沒有 不可能 我們不可能一台一台去做嘛對不對 所以你就要針對那個部門 固定所謂windows機器 你要針對那個部門的硬體的屬性有沒有 做好那個部門的windows機器或Linux機器的一個範本檔有沒有 所以當有新的PC進來的時候 或有新的PC採購進來的時候 你就拿這一份來做Copy 所以其實這一份的範本檔是給windows機器使用的 其實每一個機械範本檔 差只有差兩個東西 哪兩個東西呢 就是第一個 你們剛才看到的 Postname是不一樣的 第二個是Adress 就是IP address是不一樣的 對吧 比較具有意思嗎 所以其實以設定檔的價格來講 它其實是三層的 就是其實它這邊是Template的 所以不管在Linux底下 或是Windows底下 你都會看到一個關鍵是叫news 有沒有 對吧 我要套用什麼樣的服務 所以其實它會去軟邊抓 它會去Template裡面 這個軟邊給你去抓 你先在Template的檔案裡面寫好 我要檢查的時間 檢查的區隔等等的大方向 然後你再去設定 Windows.cfg或Linux.cfg 針對Windows的主機 你檢查實體的單位也不一樣吧 Windows你要檢查的是第一個分隔區 Linux檢查的可能是Home 或是其他的Potition 你去定義這一種 然後之後加入的其他的電腦 就發現我應該use 就是繼承哪一份的文件裡面的內容 來做一個選用 所以這有沒有OK嗎 所以我們在做大量的管理 所以其實我們要做任何的定義跟修改 其實都是定義在哪邊 Template Template 範本裡面 然後呢 其他這些小的configure configure 都是透過use來看 所以你如果你有去看 剛剛的Linux或是Windows 它都有use有沒有 一般的service有沒有 一般PC有沒有 對 你就是說如果以集合的想法來看 如果以集合的想法來看 所謂的template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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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電腦有很多很多的設定有沒有 然後呢 Ninux-configure 就說啊 我就要撈其中的某些部分來使用 有沒有 這個撈的動作 我們就是會這樣use 套用某些範本 所以因為我們是管理大型主機器事務 大型的這些就是多台主機 我們應該去改這個template 所以它把那個host group有沒有 訂在這邊其實會很麻煩 因為變成說你一台一台主機都要做 所以我們就在Windows底下 把這個host group拿 我們就把它組進去 然後呢 我們就來這邊做 那你說那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聰明 為什麼Windows一加上 它就會被 被拉到host group裡面 所以你如果去看 我們剛剛一開始不是有做一個 做一個Windows PC嗎 我們剛剛我們修改的 Windows.js 它都有一個host group的參數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是用那個範本 自動會被踏進來 這是剛剛寫的template file 我定義了一個Windows PC的這種類型 你把它當類別好了 定義class 然後它已經被自動加入到 Windows PC group 之後你去設定的 你設定的 你設定的好像是設定linux的 名字就是繼承的 Linux Server那一種的 它的IP是多少 所以你每次copy的時候 就是copy這個檔案 就是自己做的 Linux.cfg 或Windows.cfg copy過去之後 只要改這個host name 改這個address 其他都一樣 就是在這一種檔案 這一種Linux電腦裡面 我要管理的服務是哪些 管理的時間都是 它用的是這一種 它多少檢查 然後檢查狀況 然後做什麼樣的行為 所以這是最上層的一個範本 就是總類 電腦總類 然後裡面我們分成Windows 還是Windows 或是你還有其他的定義 之類別 那這之類別 用use的方法 去互調上面template裡面 定義的項目 好像物件導向 有在講就要完了 剛剛就有同學 就有夥伴講過 這個是系統過來的 是是是 有那個觀念就很明顯 我先定義template 然後底下就開始用它 我要修改什麼 哪些要用的 就直接套用下來 套用下來